有四楼我不想回的话 大概率就是你拿回 然后我就来个晴昂影踢你 我感觉神医最近的状态 好低迷啊 确实有点低迷 感觉不太符合 自己舞会卡的一个象形 这样的话中路 有点看到盲森位置了 要直接来 杀应该杀不了 不是 这个说实话 我感觉马哥你上去都闪了 好像是轻了一下没有轻到 你闪现马上要转好了 有闪了之后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就敢推了 什么意思啊 让你看看我的小熊 给你看他的皮肤 粉色的西装外套 这波确实也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想先攻打一套 但确实没打到 就看起来有点小丑 而且这位置已经死了 兄弟 钱没偷到还送一个头 哎 不太对不太对 SK还真是水晶哥的好兄弟 直接上来前期先抬一下 行 勾强直接走 开急跑 开了急跑的 贝勾强 又再减速一下 这边穿刺之剑上来 赵新甚至还求稳 用了一个W闪 而且塔下这个状态 感觉还得走呀 狐狸已经在往下靠了 狐狸有大招 乌兹塔下还不走吗 乌兹 还不走的话 有可能直接被四包二 真得走了 乌兹 狐狸直接大招过来了 有闪现有进化 闪现过来魅惑 进化秒点 W 没减速到 乌兹还在拉扯 乌兹虽然跑了 但这波感觉跟死了 也没什么区别呀 不过这边KO的视野还不错 也是看到内面打野的一个位置 双人组赶紧靠过来 这波狐狸和赵新都是没大的 感觉真打起来不好说 上轮有TP 来自AZZ一波TP 选择先打龙 闪天杰来抢 30血 龙被赵新拿下 正面SK状态非常差 SK先倒了 静暗影落地之后 直接掀一个一闪 盲僧一脚 把赵新给送走了 什么情况 但是这个位置 是选择带了一个 阿列列回来 乌兹这边向死而生 大招飞上去 AZ怎么办 有一个急跑 应该也要被收掉 四层被动打出来 维鲁斯拿到这颗人头 这波团战打完之后 可以说二级抓下 这把这个前期是已经爆炸了 然后现在这中塔破了之后 狐狸也解放了 直接现在开始在野区游泳了 而且狐狸的这把经济很好 这狐狸是很赔的 又一个迷惑 迷惑到了 但是背伤有一脚 把人送走了 但赵新大招一个脚 我们怎么办 交散线往后拉 泰坦一个人被四个人围堵 泰坦是选择卖掉了自己 哇 那这样的话 这下塔可能也要掉了 终于的节奏 这一把被爆掉了 但是你这哥俩伤害够吗 兄弟 如果小龙给了 换不掉阿脸脸的话 也很伤 而且这边KO的人更多 直接亮DP了 四层被都打出来 冰山猎蟹打出来 飞伤直接倒地 那这样的话 撒斯K已经想跑了 回头给个Q 对不起 先走一步 但是能走掉吗 直接被青昂脸留住了 冰波突袭再刷新 过来继续找小段 下一个魅惑 弟子在憋 还在藏 一个魅惑走位扭掉了 但是布隆闪现过来挂一个印记啊 阿脸脸拿到这颗头 就感觉既然不是那种斗地组 登登登登登登 然后上来名牌 哈哈哈 然后牌都让别人看完了 然后那个牌名出来的不是特别好 下路又打了起来 给了个大招 上海冲击给三个 闪现大 大两个有机会 无子背后牌 直接找水晶哥 水晶哥先倒了 沈亿瑶被烫死 但是后续对方的人踢下来之后 AJ一个人非常能长 狐狸一次选拉开了 正面的话 阿脸脸一个勾索 也只能先行撤退 而且狐狸最后是被小熊给烧死了 表演出过这个位置 看一下能不能走运 被伤势在绕后的 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但安妮这位置扛打会被扛死 赶紧拉开 哇 SASKE这波力大功 在这边阿脸脸还想过来 大招强行换掉一个 后续应该要拉掉了 青钢银两件套 现在随便制约奎桑梯 这奎桑梯和安妮这两个英雄去代线都很笨啊 直接一个跟左上来 还没有 这要杀了 这要杀了 有个真伤 奎桑梯反手拉打 拉离了自己的防御塔 就看到了对方一个蓝buff 就吃完红再来吃蓝 全都要 全都要 像回家了一样 安心 师傅过来平成 听到了 哇这个招姓 直接一个星月后卫很早了一下 那小段怎么办呀 直接被秒了 主要他是一个招姓啊 你也没办法先秒 这把 我感觉 这个水晶哥的大招放得很好啊 要去抓下了 龙不要了 看能不能抓过青钢影吧 但是有眼啊 已经看到无尊往下走了 正面三个人已经是果断兜起来了 飞伤得找个角度去绕一下 看能不能绕到后面 面前运一下 打一套 神医双弹比较差 你大招已经给过了 一个W 先拿到不能的人头 一个阿闪 踢两个 无子直接找后白 这波是没大的 哎 这波水晶哥也倒了 而且赵姓那边可能也要死 三周爪精绕起来 最后 哇 伤害差了一点 AJ 急跑一开 还在基地 但狐狸大招是直接刷了两段出来 知道 这一波正面 A师傅和阿莉莉两个人配合得特别好 然后分在这个一闪进场 绕后技能抠的挺多的 但是确实队友优势很大 现在团战随便打感觉 我只能说这波GM这边操作已经操作满了 这个残距里面 A师傅和阿莉莉两个人就是非常能打 甚至还要动你的人 一个二踢脚直接踢到了大动面上 球队这边来了 W顶一下 无子有大吗 无子大招还差一点还没好 这边的话龙魂是已经要攻手让人了 还在追必须把这个阿莉莉拿下 游戏可以输清 你必须死 直接墨远上来 有没有机会 诶 这勾速我勾空了 RQQ 看一下 有缺手 W减速掉 马上一技能又要好了 展现勾断了 最后一个一千块给到乌兹 但是电龙魂已经拱手让给KO了 拿到电龙魂的这个输出 可能有点打不了了呀 还带有这个连续过 而且连续过来技能全用完了 雪晶肯定是守抚了 中路先放一个人 那这个位置旁边硬了KO的人 有狐力有狐力怎么说 没有第一时间出手 草里其实也没有KU的视野 想等阿莲莲复活 先拖一下 这个龙要不要无所谓 反打赢了就一波了 打龙的速度还可以 乌兹这个卡莎打得还是比较快的 8千血 7千血 电龙魂持续地在给一个POG伤害 龙你要打掉了 要拼整件吗 AJ怎么说 要把对方打也带走 全上点的大龙已经是拿下来了 乌兹直接飞后牌 找水晶哥 水晶哥要扛不住了 跟乌兹来了一波极限一换一 但是青鲲颖复活的时候踢到正面战场 这波团战最后KO还是要大获全胜 正面的话狐力已经选择踢加 直接中路一波 只剩下小段一个人 继续要追这个泰坦吧 但青鲲颖的那个E的位置 好像是直接往野区走的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草里的泰坦 但是正面水晶已经要告破了 这场游戏 其实前期感觉就有点难受了 是的 而且最后还是没藏住呀 还是找到了 那我们也是要恭喜KO 是的 恭喜KO 现在KO的这个比分 已经来到了三分开手了 那GM就有点难受了 GM现在是一个二缸四 是 自己的一个分数来到三缸五 还有最后一场 要面对姿态带队的热情温度 前面给的太多了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赛后面板 可以看到前面的经济一路领跑 都是KO的 这把基本上没有出现 什么太多的波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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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